那一天我一个人已经上床 就上床准备睡觉了 我满晚睡的 那就在很巧很巧 就在我关灯的时候 因为我是住二楼 然后我窗外是有一盏路灯 然后就在我关我房间的灯的时候 外面的路灯也同时灭了 那时候就完全漆黑 这是第一个 印象很深刻 就是怎么会黑成这样 然后再来就开始摇晃 那我才知道地震来了 刚开始我也觉得就让它晃吧 我们都是在地震区长大的孩子 但它晃得超乎寻常的久 然后以及后来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网路嘛 那我就试图打开电视 因为晃得真的很厉害 但我是二楼 所以也还好 那房子也没塌下来 那我就试图打开电视 停电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 那那个时候就会开始担心家人 也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我就去车上 我有车子 我就打开车上的广播 然后那个时候就人心惶惶 就有非常多的假消息 有人说什么飞弹打来了 有人说是桃园的什么什么电厂爆炸了 然后我就很担心很担心 然后就开始跟家人试图联络这样子 然后最后就是家人都很平安 然后我就在车上过了一夜 到了早上才知道原来是地震 然后这个就是地震而已 而且已经有房子倒塌 这是那一天的状况 但是我很难忘记就是什么消息都没有的时候 那种很无助 很担心 我担心家人家人也担心我 然后我也很担心房子倒塌了 糟糕 那到底有多少人受害受难 这个心情我永远记得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的个性天真烂漫 所以防灾意识都比较薄弱 我们不像日本人 他们有特地的防震建筑 然后有什么急救包 或者是地震包 我觉得这个台湾人都比较没有 但是我觉得921这个地震 的确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 好像也开始比较重视房屋的结构问题 所以之后有很多的大地震 感觉损伤就没有当时921那么的恐怖 那至于什么防灾的这个包 急救包等等 这个概念呢 我还是欠缺的 但是我的床头柜 我会放上一些 比如说手电筒 然后我的一些证件什么的 重要一点的东西 我都会放在手边 为的就是 如果再有那么一个moment 有东西可以抓着就跑 然后这是不需要思考的 还记得东兴大楼倒塌的时候 有一对兄弟 他们就是 是不是兄弟啊 他们就是在冰箱旁边 所以他们就是还能够靠里面的饮水 跟一些食物 撑过前面的黄金72小时 所以我已经准备好动线 就是躲在冰箱旁边 那冰箱们一定要打开 那有些人很幸运 人生没有因此而发生什么剧烈的改变 但我很清楚 有些人的人生可能就完全变了 也许你刚好那个时候投资在重灾区 然后你的投资血本无归 也许你住的房子怎么了 也许你受伤了 这就是人生给我们的考验 经过20年我相信这些人在回顾他们斑斑血泪 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的故事 也一定会有很多正能量的故事出现的 比如说20年后他依然站起来 然后20年后他甚至能够感谢当年的那场灾难 改变了他让他变得更好 我们一定能够听到这样的故事 就是不要被灾难打败 然后期许我们每个人都平平安安 然后如果人生发生巨变也不要难过 因为那代表我们是天选之人 你的挑战来了 好好面对这个挑战就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